你手贏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自從我大概今年年初的時候買了我第一顆戒指之後啊 就有蠻多人在底下留言問我說戒指的相關資訊以及就是開箱這樣 那今天沒錯隔了大概 兩個拖月吧我終於有時間可以來拍我自己這陣子分享的一些戒指的開箱這樣 我必須先說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設計相關的然後我對飾品的方面研究也沒有到很透徹也不會做 就只是純粹喜歡而已所以今天的介紹如果有一點不專業的話再請大家稍微的 見諒一下 那接下來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戒指開箱吧 好首先第一顆呢就是這個 印第安風格的戒指 這一顆戒指呢他是印第安的工匠叫做Vincent Joe他是一個還蠻有名的工匠 然後所做的 這顆我是在台北的 Biancour 就是在東區的Biancour買的 然後他就是很經典的印第安風格 那大家知道印第安風格銀式的起源呢 其實他最早最早以前印第安人他們是用銅在做飾品 然後後來是墨西哥人 將自營的技術傳到了印第安之後呢 他們才學會了用銀式來做飾品 然後上面呢就是他們比較跟他們信仰有關的圖騰 可能像是星星啊 或是月亮啊 之類的東西 那這種風格呢其實現在在 時尚圈也還蠻流行的 因為最有名的就是 他就是以印第安的風格為主 然後就是很多星星啊 然後 骷髏頭啊 之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 COLY生日程真的太貴了 那這種 印第安本地工匠做的東西呢 其實質量也不差 然後設計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對於印第安風格有興趣 但是又無法上到 COLY這麼貴的話呢 Biancour賣的這個 Vincent Joe 是一個 還不錯的 銀式設計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來第二顆呢 就是 這個 羽毛的戒指 這個就 蠻多故事可以講了 其實最早最早在我一開始 高中的時候啊接觸潮流就對這個羽毛的東西很有影響 但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牌子 我也知道我一定買不起 因為學生時期你一個月的 營用錢可能才 幾千塊而已 這種東西根本就是 天價吧 對那時候我來說 到現在呢 我稍微研究之後就發現 原來這種 羽毛的銀式啊 其實有分很多品牌 那最有名最有名的呢 就是GOROS GOROS呢 就是高橋無狼所創立的品牌 那他本人呢 當年最早期是 遠赴印第安 去學習當地的 銀式製作的一些技術 因為日本人還蠻擅長 將 國外的一些文化 然後融入自己的 本地文化 以及一些 職人的工藝吧 所以創造出一些 就是很經典很有代表性的東西 羽毛呢 就是GOROS他們所創立出來的 最有名的一個 產品吧 那在日本呢 除了GOROS有做 老鷹啊 羽毛這些的銀式之外呢 其實還有非常多品牌也有做類似的東西 像是 有名的可能有 Teddy and Kings 或是 橘地劍 或是 很多很多真的超級多的 然後我買的這顆呢 是橘地劍的 橘地劍呢 他也是本人也是有到印第安去學習自營的技術 但是他可能就沒有像高橋無狼的GOROS 這麼這麼的歷史久遠吧 而且 雖然說你可能單看 羽毛就覺得 好像差不多 但是細筆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 GOROS跟橘地劍的羽毛 相比起來 GOROS會更靈動一點 那橘地劍的羽毛紋路呢 會再更 細緻一點 沒有好或壞 就是見仁見智 看哪個你比較喜歡 就對了 那我買的這顆羽毛呢 他不是單純的純銀 他前面是有 金的頭 這叫做仙金羽 那我覺得這個很特別的是 因為銀是戴久了會氧化嘛 那金跟銀的氧化程度會不一樣 所以這種戒指呢 在長期戴下來之後 會產生那種 很特殊很夢幻的色彩 之後等我戴久一點之後 有變化再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第二顆 來自橘地劍的 仙金羽毛戒 講了印第安風格戒指 以及印第安融合日本風格戒指之後呢 接下來第三顆回到台灣 就是我們台灣品牌 Professor E 所出的 銀戒 那這一顆戒指呢 跟剛剛前兩顆的風格就完全不一樣 其實他單看形狀的話 會有一點點就是那種比較 黑暗 就是暗黑氣的風格 但我覺得他其實 很好搭 他遠看的就是一顆 寬然後 比較偏黑色的銀戒 這種東西其實是最好搭配的 不管是任何顏色 任何風格 街頭都可以 你只要配上他 看起來都還是蠻合理的 如果你想要找一顆 可以 比較百搭的戒指的話 這一顆我還蠻推薦的 那以上三顆呢 就是我 目前所擁有的戒指 其實我 從小就還蠻喜歡戴戒指 就是大概 我高中那時候愛打扮的時候 但是因為那時候買的都是一些比較 沒什麼設計 比較一般的戒指 長大就 陸續就丟掉了 然後是一直到最近才默默又 受一些 網路上的人的影響 慢慢又燃起了自己 對於戒指的那個熱愛 所以就慢慢又開始 收集一些戒指 那其實戒指的搭配啊 我覺得其實就真的是見仁見智啦 沒有說風格要跟什麼風格搭在一起 其實混搭也蠻好看的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概念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 目前來看的話 印第安風格的戒指 不管是跟日本融合的羽毛啊 或是比較純的印第安風格的戒指啊 搭配時裝或是日系軍工裝 我覺得都不錯 然後那這一顆呢 就是比較 偏黑色的銀戒 這就是很擺的啊 基本上什麼風格都可以 通常我的搭法就是 可能 一個風格 然後會分 兩隻手戴 或是 單戴一隻手 那有時候如果我可能身上穿的都很素 想要靠手來 增加亮點的話呢 我就會 三顆都一起戴 亮的一隻手 然後暗的一隻手 讓有個區別度 但是我先說我真的不是專業 搭配戒指 我才剛回歸沒多久而已 所以就是 參考一下就好 如果講錯的話 不要讚 不要讚 那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 我有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買的戒指 還有我覺得一些不錯的戒指品牌啦 我覺得飾品真的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東西 不管是戒指 項鍊 手鍊 或是耳環之類的 都是可以點綴你的穿搭 讓你可能看起來 比較素面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些亮點 所以如果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我真的覺得 入手一到兩個你喜歡的飾品 來做點綴 真的是一個蠻不錯的 方案啦 大家可以 嘗試看看 好 希望大家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那我另外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Kevin 我們 下次見